小孩子呢 沒有理由 就是要哭 來來幫你換胖子 我幫你換胖子 有幫你換胖子 大便媽 好好好 好 好 OK 好 我幫你換好了 最近呢 我知道一個新的日文名詞 它叫做 我查了很多地方 就是找不到這個詞的中文 所以我自己把它翻譯成 魔鬼的第三周 那什麼是魔鬼的第三周呢 在小baby出生後滿第三個禮拜 也就是21天的時候呢 在日本有個說法 在這一個晚上開始 小baby呢 會沒有理由一直給你哭 不讓你睡覺 也不是說不讓你睡覺 就是他會沒有理由的會想要哭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先去看 他是不是肚子餓 看一下時間 然後再看一下他的尿部呢 有沒有大便 有沒有尿一下想要幫他換 但是也換了 也餵了 還是要哭 所以這個他們就稱為 魔鬼的第三周 這段時間要如何度過呢 根據前人的經驗來說就是 靠你的毅力了 只能撐 撐下去就OK 那這個魔鬼的第三周 短的小孩子呢 會持續到滿一個月 長的呢 持續甚至到 他滿三個月 所以這一段時間呢 對baby的父母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艱難的考驗 尤其到了晚上 我們大人已經想睡覺 想睡覺 想睡到不行的時候呢 這個魔鬼呢 就會來清洗你 不讓你睡覺 就是只能撐下去的 這是在日本這邊的一點說法 為什麼我在台灣 找不到這個相關說法 我想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在台灣呢 大家都會坐月子嘛 不管是在家裡 或者是去月子中心 所以在小朋友出生的第三個禮拜 可能都還是在月子中心 比較不會碰到 但是在日本的話 除了剛開始住院 五到七天之後 就是帶回家靠自己 所以常常會遇到這個困難 那這個就是呢 我最近學到的日文 叫做魔鬼的第三周 OK 那就是這樣子囉 謝謝你今天把我的影片 看到最後 非常感謝你 OK 掰掰 睡吧睡吧 從來